東南交流的特定區變成已經三十多年的時間了 但是到現在一直沒辦法開發 分林館長參選人長雷仙特別提出設立工廠重合区的政策 希望去英雄中國和東南亞島主的台上 可以在那裡分林館島主創造地方的歡迎發展 因為三十幾年來都沒有開發 那這段時間我相信我們非常痛苦 包括農民都沒有辦法得到應該有的權益 連轉做補助都受到限制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 希望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七公頃的土地 我們先初步的取得以三百公頃做一個範圍 來做逐步的開發 能夠分期分區的開發 所以我們先來開發 第一起我們叫做鮭魚返鄉工商中和園區的一個開發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很多的台商願意回流的 這個地方是一個交通最方便的一個地區 那也可以適合我們三滴一高這樣的一個產業來進駐 比如說我們低耗能低排放還有低污染 那甚至可以創造高產值的這個產業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回到雲林線來投資 雲林線平昌在東南町基行水面會 蓋運很多小島工業區槍箱全翁參加 有槍箱的基礎 東南町地利環境很好 應該要有很好的發展 但是槍箱想要更大堅強 所以找不到土地堂用 尤其小島工業區到現在也沒有管理處和物水處理中 做成槍箱無法進駐 我們家人的地利環境這麼好 土地堂也這麼好 為什麼稍微冷還是很便宜 要去擴大 所以我一定想說要去擴大 結果 結果 在我附近 要刷槍 要再刷槍 對面 沒有土地好 不是人家的貴一塊錢 是在地的鐵 就找不到土地 要來賦我們自己去做 第一點 就是說 我們小島工業區 沒有這個管理處 還有一個就是說 沒有管理處以外 又沒有設這個 有水的水 所以 因為這兩點做 然後 我們青春 去擴大進駐 以外做的 第一十年 在台灣世界打拚 的 做台灣的人 齁 這就是以外的這樣 想要回來這裡做事 我們所想的就是 當年土地 要讓我們的黨 順利出現 就是要有一個 有台灣 有的 政府 會有 政府 所以 對面 人家的政府 會怕 可能會有 就有什麼 但是以我所 知道 現在 主力的三條 已經是過 高法 我們高府 來 來 我們 到南町 有參選人 不服氣之外 到南高齡 就有特定区 便當三十多年的時間 本來的地方很期待 可以優租發展 但是三十多年來 所變成影響地方發展的關鍵 他們希望 未來的東南高齡 都特定区 和小黨工業区 可以趕緊開發 如果沒有 整個改變 最土地 幸福民眾 自由發展 我們是要好好 來整個 配合我們未來的地方 管庁來開發 或是說 沒有整個地方 來改變 這樣對這八成 才有公道 因為 他不需要這麼久 對這八成 買買買也好 買去銀行銷鑽也好 都沒辦法 未來這個秋冬工區 是東南有一個工業區 是東南未來工廠發展的一個名牌 所以 這個對東南來說非常重要 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 農林漁木 可以說是全省之貫 所以我們希望 爭取 能夠開發 國家級的倉儲物流中心 希望這個專區 能夠提供我們 農林漁木 不但是在這裡展示 或在這裡做一個物流網 那我想 對我們雲林縣的農林特產品 絕對有相當大的注意 除了開發工廠中學區價位 中立先也提出 設立國家級的倉儲物流專區政策 希望未來東南城可以利用 交通的便利性 設立大型的物流專區 讓雲林館出產的各項 郵集農業產品 都可以快速消息到 全世界的每一個市場 為農業民創造最大的利益 歸於膽香 共商眾和人群戰